穿著可愛的洋裝 睜著圓圓的大眼睛 吳先生女兒站在沙發上 墊著腳尖想要往窗外看 9個月大的小生命 坐在安全座椅上 不堪車禍撞擊 還來不及長大 就與父親天人有隔 我女兒根本就是要 那個安全座椅坐著 她就坐在副駕駛的後方 你如果她是坐副駕駛坐 車禍的我老婆一定會壓到我 就不一定會死掉 吳先生身穿條紋上衣 來到車禍地點招魂 深情難掩落寞 臉書照片上 兩人的合照相當甜蜜 求信妻子生前 常會在臉書上 貼出自己出遊的照片 沒想到一場意外 卻讓先生獨自承受 天人永隔的痛苦 也讓家人相當不捨 吳太太生前非常孝順 這次是因為回娘家 照顧失智的老母親 回家路上想買點東西 才走了跟平常不同的路線 而肚子裡剛懷了 四個月的男嬰 原本全家人滿心期待她的出生 現在這個盼望 卻再也達不到了 他爸爸媽媽本來是很開心的 是嗎 本來好像 我媽媽跟著 跟著 吳先生和太太結婚的時候 都超過四十歲 結婚後感情非常好 丈夫在外頭做裝潢 太太則是全心在家中照顧女兒 現在一家四口 卻只剩下吳先生一個人 其他家人看了相當不捨 但希望他能夠為了 在天堂的妻子和兒女 堅持生活下去 接著五彩薰黃金文花蓮報導 明天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